21世纪以来,中国制造业有了蓬勃发展,可是几年前突然有人跳出来唱衰,说我们连圆珠笔头都造不出来,算什么制造业大国。 由此一举把圆珠笔头推上了焦点,有人说这东西对工艺要求极高,我们造不出来情有可原,也有人说这个难题弹指可破,我们不是造不出来而是不想造。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?小小的圆珠笔头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? 中国故事 当圆珠笔摔在地上,运气不好的话,笔尖上那一颗细小的圆珠就会滚落。 这颗碳化污球珠,中国自主生产没问题,还能大量出口。 而托掘着这颗小圆珠的直径不过一二毫米的球座体,就是人们常说的笔尖缸。 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原材料,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、日本等国家手中。 早在1888年,圆珠笔就已经出现了,只不过那时候的圆珠笔价格昂贵,使用起来也不方便。 直到20世纪中期,德国对圆珠笔进行改造,这东西才算是彻底走向了世界。 圆珠笔崛起后,德日瑞的一些企业发现了商机,针对圆珠笔头进行深度研究,最终研发出了一种特种钢,能够保证求珠在体积极小的情况下,仍被精准雕琢。 自此之后,这几家企业就完成了对该行业的垄断,其他国家想要做圆珠笔,就得从他们那边买笔尖缸。 有人做过一个计算,如果把每年中国生产的圆珠笔全部首尾相连,长度可以绕地球100多圈,看起来是一个大产业。 但多数人不知道的是,圆珠笔的利润非常低,低到生产商每天都恨不得扣算一遍成本的地步。 市场是很现实的,我有你也有的时候叫做竞争,而我有你没有的时候就叫做垄断。 不可否认,技术垄断带来的是外界难以撼动的溢价能力。 2010年,日本就把这种溢价能力发挥到了极致,把笔尖缸的价格上涨了15%,国内3000多家制笔企业没有选择,只能勒紧裤腰带咬牙接受。 面对这样的情形,国人恨铁不成钢,为什么小小的一只圆珠笔都不能实现自主生产,生产小小的笔尖缸到底难在哪? 小编用大有乾坤来形容笔尖缸一点都不过分,它的生产需要20多道工序,球座体里的5条引导墨水沟槽,加工精度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, 碗口尺寸精度要求为2个微米,表面粗糙度要求0.4微米,球座体最顶端的厚度要控制在0.3到0.4毫米之间,否则球珠直接就会报废,要么无法嵌入球座体,要么出现漏墨情况。 为了达到这些工艺标准,一个笔尖缸里要集合超纯铁素体不锈钢的机体合金设计, 易切削元素合箱的设计,钢的演练和连柱技术,易切削箱的均匀性分布控制技术,盘条热压,冷拔及热处理等组织均匀性控制技术,表面质量精准控制技术。 其中的难点在于,这种钢既要被削铁如泥,但同时又不能软烂如泥。 就像山西的刀削面,太软了容易粘刀,太硬了又容易开裂,要像手起刀落,必须软硬适中。 可以说,这正是不锈钢生产领域最高精尖的考验,达到了这些要求后, 笔尖钢才能具备容易削切,加工时不开裂等性能。 因此,笔尖钢被誉为不锈钢皇冠上的明珠。 对钢材软硬度很高的要求,导致工程师们难以掌控钢料的配比, 而这份日本人手握的配方不可能轻易地交到我们手中。 于是,2011年,太钢集团开始启动笔尖钢研发项目, 一步一步摸索配方,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材料开裂的失败。 元素加多了,温度太高了,工人失误了,设备不合适了, 每一次原因都各不相同。 反复排查,推导重来,研发团队完成这个项目,用了整整5年时间。 太钢集团笔尖钢研发团队工程师在介绍摸索钢材和试配比的过程中, 这样谈到钢材的消耗程度。 最严重的时候,可能有一半的钢材都废了, 比如,一炉钢有60吨到80吨,可能有30吨在压制的过程中就会全部废掉。 材料的巨大损耗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,这是可见成本。 而更重要的隐形成本,是数位工程师的心血。 他们的日常工作,就是夜与近日的不断排查错误,检验成果。 而可见的失误,往往要从最底层,最微观的细节查起,犹如大海捞针。 这样的工作,事实上繁琐而枯燥,极考验耐性。 也可以这样说,5年来研发团队的主要工作,就是经历失败。 当然,故事的结局是圆满的。 2016年,泰钢集团终于自主研发出了能够替代日本现有技术的笔尖钢。 彼时,研发团队负责人谨慎小心地给这个成品打出了成绩。 目前,从稳定性来说,能打个80分吧。 但80分当然是不够的。 接下来小编要介绍的这个企业,把中国的笔尖钢做到了一个极致。 福建清拓集团,虽然不是国内最早研发成功的,但却是率先研制出了笔尖钢的新规格,并提升了其产品的环保性能。 笔尖钢的一大难点,在于其材料必须用很多特殊的微量元素,把钢材调整到最佳性能。 微量元素配比的细微变化会影响钢材质量,这其中的比例到底如何把握? 没有捷径,只能通过不断的试验,不断的积累数据,不断的调整参数,设计出科学的工艺方法。 就是因为从零起步,给了清拓人革新其微量元素成分的机会。 为了实现笔尖钢易切削的特质,需要在传统的不锈钢材料中加入易切削的元素。 此前,国内外厂家多是添加铅、币来做比肩钢,这些元素对于人体有一定的有害性。 而清拓创造性的用锡代替了传统的铅和币,并与硫、硫、D等元素复合, 使材料得到超易消气性能的同时,还获得了环保的体质。 不仅如此,清拓研发团队还通过极具性价比的机体合金设计, 在确保耐实性相当的基础上, 木含量相比现有国内外产品下降了50%,极大降低了合金成本。 为了让产品实现真正的市场价值, 清拓还通过比肩钢的整个产业链合作和协同开展了批量工业试制, 先是生产出2.3毫米这样对标国际的规格, 到了21年初,制成了代表最高制造水平的1.6毫米规格,填补了国内空白。 从市场的反馈来看,清拓所生产的圆珠笔,书写出墨量稳定,耐腐蚀和耐磨性能良好, 总体质量处于国内领先,达到国际先进水平。 市场开发不过一年多, 清拓比肩钢已占据当前国内20%左右的市场,前景十分乐观。 2016年,李克强总理疑问之后,有人给研发比肩钢算了一笔账, 中国年产原珠笔400亿只,仅要用1000多吨钢, 这钢材量仅是一家普通钢材厂一天的产量,市场总价值不过1亿多元。 无论是产量还是效益,在不锈钢行业占比都很小, 但要投入研发的人力物力却是让人望而生畏的, 经费动辄千万起跳,所以,自造比肩钢到底有没有必要? 对此,小编想说点个人哲见,一直给外国,国人的印象都是这样的, 中国是一个装配大国,从技术到机器都不是自己的, 我们需要从量到质产生转变,来提高国家的工业竞争力。 面对日本,我们不想输在一只小小的圆珠笔身上, 但想要赢的这种心态,绝不仅仅基于面子问题。 中国科研团队看似在研究小小的圆珠笔尖, 实则是在攻克其背后极易切削钢的技术难题, 前者只是这种钢材广泛应用中的一颗尘埃, 但正是这种基础研究,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窗户。 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, 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,五吃一枚,苦练左右护博树, 练着练着神功自成,一不小心就登顶了武林第一。 企业在攻克笔尖钢的过程中, 所提升的工艺精度,所晋升的技术段位, 也许回报没来得那么快, 但风物常移放眼亮啊, 通过掌握这项技术, 类似精度的其他工业品, 不就也水到渠成了吗? 这是一笔责备未来的财富。 清拓集团不止在笔尖钢上拥有了自己的姓名, 它还在不锈钢界创造了自己的标准QN系列, 正是因为QN系列,不锈钢才从钢铁中的贵族迅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。 好了,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还知道哪些中国打破垄断的故事, 欢迎在下方留言。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,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,转发,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 关注我的频道, 这样尽能回顾往期视频,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